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课程就可以帮到你 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我们长时间的久坐 导致腹骨沟区域的状态不佳 这个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流动 以及淋巴的循环 导致双腿的粗肿 今天的课程也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改善 好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练习吧 首先第一个动作 高搅换仪式 我们需要去找到一块瑜伽砖 或者和瑜伽砖类似的物体帮助你来进行辅助 我们的厚度是我们自己一个拳头的宽度即可 厚的书籍或字典都可以的 好了 然后让我们将瑜伽砖放于我们的双腿之间的位置 你需要保持稳定的站立 双脚之间分开 依然是自己一个拳头的宽度 你可以放在这里来进行测量 好 慢慢的让我们的脚底均匀的去分担身体的重量 将瑜伽砖放于双腿之间 好 在这里先进行曲宽 慢慢的保持脊柱的延展 感觉从腹钩的位置开始折叠 然后伴随屈膝向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膝关节和第二根脚趾 均指向正前方 让我们的背脊挺直 各位小仙女一定要保持腹部的收紧 这个对我们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好 胸腔向上去提起 双手可以扶在我们的腰部的两侧 慢慢的将臀部向后推 同时呢 脊柱向上去延展 你也可以将双手向前去伸展 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练习中呢 一定要去感受到双腿的内侧呢 正在收紧发力 帮助双腿更好的去夹靠瑜伽砖 但是你的膝关节呢 依然是指向正前方的 不要做一个内扣的动作 保持身体的稳定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坚持五次呼吸的时长 保持中呢 不要塌腰翘臀 好像要起飞了一样 也不要去拱背 慢慢的保持脊柱的延展 感觉到腿部内侧的收紧 脚底均匀的去分担你的重量 但凡我们的脚底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就会影响我们的双腿的形态了 所以让我们的脚底呢 去均匀的分担身体的重量 好 我们再来坚持三次呼吸的保持 好 很好的去激活我们的双腿的内侧 收紧以及紧致双腿 好 特别是我们的内侧的状态 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最后一次 好 吸气 慢慢的还原 回正 那大家呢 跟Rosa一起呢 保持了五次呼吸的时长 那么你随时都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你可以坚持三次五的练习 每次保持五次呼吸的时长 进行三次 好了 这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动作 好 那么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来到战事一式的遍体联系 那我们将一加招呢 放在一旁带右 好 让我们双脚的前后分开 我们首先呢 让我们的右脚向前 左脚在后 好 脚趾间呢 均指向正前方 那好 那我们依然在这里去保持 好 你的膝关节呢 依然和我们的第二根脚趾的位置呢 是保持一致的 好 尽可能的让我们的大腿 小腿呢 去垂直 好 那么在这里去坚持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不需要像很多 大家可能在做瑜伽 或者是视频中看到的 手臂向上举起的时候 身体做一个大大的后仰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身体呢 顺延向斜前方进行前倾 好 去更好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 让我们沉肩向下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啊 我们需要让肚脐去指向正前方的时候 我们后侧腿的大腿的内侧 有一个很强烈的收紧感 同时这个练习呢 也可以去伸展我们后侧腿的腹骨钩 那由于这里的状态不佳 就很容易导致双腿的粗肿 以及脂肪的堆积 一定要加油 保持住手臂向上去伸展 好 非常好 前方腿的膝关节呢 千万不要去内扣 哎 很扭的样子 那一定要注意脚底均匀的去用力 膝关节指向第二根脚趾 手臂再次向上去伸展 再坚持一下 各位小仙女加油 三 二 一 好 一定要注意腹部的收紧 好 慢慢的让身体带回 我们来进行换侧练习 调整一下 你可以直接让我们的身体转向一侧 好 做另一侧的训练 大家加油 你不能只看着我做啊 要跟着我一起来进行 好 肚脐指向正前方 大腿面呢指向垫面的方向 感觉到腿部的内侧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收紧 同时呢 腹钩区域得到很好的伸展 好 挤住顺眼骨盆向前 做一个前倾 手臂向前伸展 沉肩向下 保持一下 在这里坚持五次均匀呼吸的时长 好 三 避免内扣啊 对 很好 二 有一次 好累是不是 好 转动回这 你可以将双脚 背 外 八字 转动 收回 重新回到下里 结束这个动作练习 非常简单吧 那么下一个动作呢 大家呢 需要和Rosa一起侧卧在地板上 那依然是对大腿内侧的肌肉状态 进行一个很好的调整 那这里的状态呢 一旦恢复正常 不仅可以去紧致大腿的内侧 也能够去更好的加速我们的循环和代谢 消除脂肪的堆积 消除水肿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毯子 刚好就出现了 对吧 我们将那个毯子呢 放在我们的侧腰的下方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支撑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侧卧位呢 一直保持脊柱的一个端正的状态 好 让我们的腹部收紧 好 此时呢 我们将上方的腿 就是我们的这个右腿呢 向前去踩在地板上 好 那么给自己一个比较稳定的支撑 好 那么下方的腿呢 顺势向前去伸展 我们来进行的这个练习 现在这个姿势是不是很销魂呢 虽然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好 我们在这里呢 收紧腹部的同时 那伴随着我们每一次的呼气 我们将脚趾尖轻轻的向上去转动 你感觉到你的脚趾尖呢 正在寻找像天花板的位置 好 同时呢 向上去抬起 这个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那大腿的内侧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收紧 我们需要来进行二十次练习 好 各位小仙女加油 一 二 三 四 内侧脚这间指向天花板 五 腹部收紧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三 是不是开始有感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加油 十八 十九 二十 可能你做到大概第十次左右的时候啊 大腿内侧这个紧张的感呢 就会开始逐渐的强烈起来了 我们再来进行一组练习 然后我们换侧 大家一定要跟着Rose一起来做啊 保持腹部的收紧 好 我们准备 先将脚指尖呢 慢慢的寻找像天花板的位置 所以呼气的时候向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收服 八 感觉到内侧在发力 九 加油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最后 十九 二十 哇 好 在练习中呢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啊 好 我们来进行换侧练习 好 将毯子放在我们的侧腰的下方 手臂向前伸展 进行很好的支撑 上方的腿抬起去吸脚这样踩地 下方 可以顺势伸直 好 慢慢的让我们脚尖呢 指向天花板的位置 一样来完成 二十次 两组的练习 一 二 身体不要向后翻 三 四 五 加油 六 修复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指尖向上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之后 十九 二十 好 我们来进行下一组的练习 那我们的脚趾尖呢 是无法完全指向正上方的 那但是你一直要有一个这样的状态 让它来进行一个内转的动作 好 我们来进行第二组练习 准备 准备加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你如果累了就跟我一起喊 八 九 十 加油 有没有感觉 十一 十二 十三 继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二十 好 第二组练习结束了 我们慢慢的让身体起身 好 我们来进行这节课的最后一个动作啊 那么大家呢 跟Rose一起 好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啊 毯子就是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毯子垫在我们臀部的下方 好 慢慢的让我们的坐骨的前端呢 更好的去坐视这个毯子 把臀部垫高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让脊柱呢 去立起来 不要保持现在的姿势之后就会脱背啊 慢慢的让脊柱去立起来 背脊挺直 胸腔上体 依然保持腹部的收紧 然后像Rose一样 双脚的脚掌呢 相互的去并拢 靠近 好 你可以将我们的双手啊 去抓住我们的双脚 慢慢的 让我们的脚跟呢 靠向我们持骨的位置 好 随呼气的时候呢 缓慢的去进行伸展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停留五次呼吸的时长 一定要将背脊去挺直 那你也不需要让我们的双手呢 去完全的抓住我们的这个双脚 让脚掌的用力的相互去靠近 好 慢慢的让它自然的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就可以了 好 保持脊柱 上提 延展胸腔 你会感觉到来自我们的腹钩区域的一种扩展和伸展的状态 更好的去加速双腿的血流动 以及淋巴的循环 消除我们双腿的这个肿胀 以及减少脂肪的堆积 非常有帮助啊 大家呢 去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你不需要用力的去 用双手呢 去向下去压 你会让自己呢 随呼气的时候呢 主动的 那让我们的膝关节呢 向外去 向下 靠近我们的地板 好 保持脊柱的延展 好 我们再坚持一下 三 保持背脊挺直 二 一 好 你也不需要在这里呢 去停留太长的时间 结束练习之后呢 我们选择一个舒适的盘坐 就可以了 如果上一个动作呢 你很难完成 你也可以这样来进行啊 让我们的小腿中段的相互交点 然后慢慢的伸展即可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呢 通过我们的课程呢 收获一条纤细的超模眉腿 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节课见吧 拜拜 没关系 我 Late